好,那我繼續要再加新的 在這個empathy底下 空的empathy底下,所以再繼續create particle system 再繼續接下去 好,那這個的 等一下,按這個,放大這個 這個的名稱rename把它改成 spark 小火花 好,那 然後一樣, shape 先把它改成sphere 大小還是0 因為我要讓它從中間出來而已 所以speed又回到0 好,1好了 1有點快 0.25到 兩個數字控制 好,我是蠻喜歡用兩個數字控制的 因為這樣最單純 好,就是它會得到一個亂數區 變數區間 就像我們在 嗯 那個 那個max particle flow 裡面 我常常在數字 那個 速度做一個 把relation變數 好,的原因 啊 分子的壽命 0.75 對了 再給變數 我希望它的壽命大概在 0.75到1之間 2 然後大小 0.1到0.2之間 啊 就會得到這樣的結果 然後 要建新材質 好 那一樣的 這個又是一個 particle的 ulite 好 那 這個 應該也是用 additive 加 因為我這個會更亮 我就用 additive加 additive 好 那 材質拖給 欸 每東西拖 不見了 好,拿去 拖這裡吧 如果你要讓它這個效果都會一起同時啟動 就讓分子跟在分子下 好 欸,拉不過去 好,先不管它 呃,因為它現在都跟著這個 次物件在次物件 它不讓我這麼多層 那就不管 好 停在這一層 然後 直接捲捲捲捲 捲到下面 把 材質給它 嗯 沒丟到 再來一次 又拉到別的東西了 又拉到別的東西了 好 可以 展開這裡 因為從這裡這樣 就可以看著分子換圖了 我要先拉上去的原因是這個 那 s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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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合是這種 好 那個 還是別的呢 應該還是只有這個適用 這個應該 有點噁心 好啦,噁心 噁心詭異 就先玩這個 好 那 再回去 分子的起始顏色 然後底下 HDR的顏色 也許偏藍一點 也許偏藍一點 OK 那大小應該還要再更小 好吧 它起始大小用這一個 我們用 size over lifetime 我 我要由大變小 我要由大變小 曲線的方式是 瞬間縮小比較快 不好看 這樣比較好看 慢慢縮小 原始的大小再調一下 還是太大了 剛剛那個是三軸的比例 剛剛那個是三軸的比例 所以你要把它一開始出來是拉長的 就是有長 有變長的是可以的 給一點重力 我要讓它這樣子出來是往下 所以出來往下的時候 重力稍微強了一點點 再大一點點 點05 因為我的物件小小的 所以這個數值真的 都不會太大 Speed可以再 待會再來調大一點 那先去看一下 我可以給它一個 Velocity over lifetime 然後我希望它會轉 所以在Z這邊給1 常數就好了 兩個數值之間 變動比較大 比較有趣 好 看來不是Z 因為 為什麼不是Z 如果是 放在外面的分子 你要這樣子轉是Z 可是我現在是跟在 Empty底下 跟在Empty底下 就會變成 應該是這個世界座標方向 對 就會變成這個 就是這個方向了 所以它現在是這樣子轉 大一點 1到5之間 有點快 1到3之間就好 好 就會得到 會這樣轉轉轉轉轉 分子數量多一點吧 好 這個大小還是太大 去改 Size over lifetime 往下降 OK 嗯 亮度可以再調向 調升 也許需要加上Emission的亮度 亮度 太強了 減 減 OK 大概這樣子 其實這裡面還有一些效果要加 只是我們現在沒辦法 我不確定 等一下我看看它能不能啟動 因為我在 所以 我家裡是2018點 也是 投個版本 可是我在裝 我裝那個package的時候 出現error message 所以在 等一下我們看看 裝那個以後 能不能成功 那現在如果全部都有的話 你應該會看到的是 火加這個 好 那我們先把它拉離開 因為我現在希望可以直接看到兩個一起呈現的話 先不要跟著Empty 我先拉到外面來 然後把這個Party跟著它 Restart 這個呢 這個呢 Ghostfire不啟動 拉開一下 Ghostfire的資訊呢 不見了 檢查一下 StartSpeed 2 有動到哪一個東西讓它跑掉 Render還開著啊 那這個再 看看怎麼一回事 可能要再找一下原因在哪裡 對它現在都不播 原本正常的 也許要重開了 那 剛剛本來還有的 有了 好 理論上兩個合在一起會這樣 但是其實不太合 這個 泡泡冒下來的效果 其實現在跟這個不太合 好 就這個 第二個Spark下來的效果 事實上跟火 不是那麼合啦 好 那也許呢 欸它往上會不會好一點 負0.05 嗯 看起來不錯 這樣好一些 那至於分子的長相 這張圖是不是好像不太適當 也許要換一下 好 那 擷取就去看一下 我們是不是有別的 這種長相的 太小了 這個 看不見 呃 其實大概這種樣子就可以了 我現在需要的是比較明顯的 欸 這張還沒有指定它是那個 呃 就是 阿法透空 所以我現在只能找 目前已經有阿法透空的 這個方向不對 其實這個太小現在都看不出來了 好 有一些 現在放上去看不出來的原因都是因為太小 好 那這種霧氣現在其實也看不出來 我們還是回到 原本剛剛用的這個就好了 好 嘿 那 所以又加了一次 呃 效果進來 那就還可以再加 可以再加進來 然後這個是 rename 一下 green fog 綠色的霧氣 那再開始對這一個做進一步的調整 嗯 shape 縮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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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半徑 啊 0.1還是太大 呃 0.01 手動條 大概這個大小 好 然後到 0.0.0 OK 大概在這個位置吧 可以這樣 好 那至於上面的長度 哇哇哇 到哪裡去了 speed歸零 再回來 嗯 等一下 不是size 現在有一點 應該是我那個法杖 要處理一下 法杖好像比 那個數值還是要回到 那個 因為我現在即使說到0.001 它還是太大 就是法杖還是要用那個 呃 我現在這個法杖是用這個數值縮 好 用這個這個杖 杖現在用這個數值 是用這個scale 欸 剛剛scale縮的怎麼不見了 在這 是用scale縮的 那 所以 它是縮了 結果這些東西的數值也跟著一起被縮了 所以就會變成 你看它的尺寸變100 好 這些東西的尺寸就會被受到影響了 那 最好還是原始的物件到 呃 那 max出 opj 的時候 直接設定好 或者用fbx fbx過來就沒問題 就不會有這種奇怪的 比較不 這個問題出現 那 這一個greenfog 那個 一樣還要再做一顆材質 就是 給霧氣 那我們要把這邊處理一下 不然都 沒辦法用 apply 然後 但是我又不確定 有一些我是不是我人工改過 像這張是我人工改過 這個就多此一舉 因為 這張本身就帶alpha 有些我改過 像這張我也改過 欸 也改過 暈倒 就是有些我改過 有些我沒改過 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哪一張是哪一張 好 你看啦 RGB A的就是改過 那 沒有A的就是 欸 這張也改了 這個也改過 這個改過 改過 改過 這邊都改過 那有一些沒改過 那沒關係 反正 用了就用 好 那 就是你要確定是不是弄過 就要去看我的 要去看那個 檔案是png 還是photoshop 好 有鍵 呃 material 右鍵 create material ok 那這一個呢 又回到 fade 好了 然後 我們用substractive 好了 檢測 嗯 給他的是 就是 這個 這個 一團霧氣 好 就會變一團黑的霧氣太黑了 這個substractive做的 fade fade multiply 還是要用color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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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怪的 substractive 太黑 呃 這裡要調整一下 就決定一下 就決定一下 看要哪一個形式 我先用additive好了 不是additive 我先用multiply 然後讓它變成 很深的綠色 好 那 再回去調 分子的各項參數 好 呃 它的起始色 看你是要黑的 還是 帶其他的 顏色 好 都會影響到它的樣子 然後分子的數量 可以先 呃 這數量不用減 應該說大小要小 說 0.01還這麼大 還這麼大 嗯 這樣就很難調整了 OK 好 我的shape再改一下 我希望繞著這個走 所以你要繞它走 所以你要繞它走 就再加上一個旋轉循環 再來一個 velocity 然後 呃 跟在empty下面 所以是y 嗯 這個才對 這個才對 呃 數值 兩個數字之間 3到5 負3到負 正3好了 會有兩個方向的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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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offset呢 加上去 嗯 嗯 這個offset沒作用 還是這個 確定不是這個 應該這個沒錯 啊 0.001 0.001 都要給很小很小的數值 真是很討厭的一件事情 好 那 ok 現在得到 我要得到一組在外面繞的 霧器 那 因為是multiply multiply 會吃掉下 裡面的 資訊 所以這裡需要再調整一下我的 因為我其實是要讓它這樣子 在旁邊繞 但是又不能吃掉它原本的太多 所以那個 color over lifetime 再啟動 一個一個來 color of life 然後 我需要的透明度一開始比較低 最後也很低 所以中間給一個數值 好 一開始歸零 最後歸零 中間給個顏色 嗯 滑鼠有一點怪怪的 頭尾也改一下顏色 雖然不一定看得到 但是先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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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給一個color of lifetime 底下 當然材質顏色也要再去控制 就是 還有它的起始色 起始色 起始色 我已經定義了 可以改一下 好 那 這種下來呢 就一定要再配 分子的大小 還有數量 還要再調整一下 我們先把還要的效果加進來 就是noise 我會希望它會擾動 然後數值一樣很小 擾到哪裡去了 數值 這個 這個 我看還是要去fbx處理一下 讓它進來的效果比較好一點 擾動的速度太高 這樣太高 還是這個好一點 然後 加上運動速率 1 1太高了 2d就可以了 如果用2d這邊的數值都還要再改 好 那個 現在這個風力還是太強 還有frequency 就是 嗯 那一點一點的做調整 太大 太大 好 那大概概念是這個樣子 但是 你要調整的東西就是這一些 一路加 那 一個 效果一定不是只有一個分子系統組成 通常一個效果大概 至少 三 三個是正常的 至少是三個分子系統組成一個 特效是基本的 好 那只是細節 還要再花點時間對這邊做 嗯 調整 好 我現在還沒有調到 比較完整 OK 要花一些時間 好OK 那先切給同學了 好 好 對 好 以及